我们要继续从教会是神的家 这个比喻来讲 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既然教会是神的家 所以我们如果要建立健康的教会 就必须转型 弟兄姊妹我现在人生的下半场 最重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帮助很多教会转型 怎么样转型呢 就是从以事工活动聚会为主导的教会 转型成为以牧养门训小组为主导的教会 如果教会是神的家 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就必须从以事工活动聚会为主导的教会 转型成为以牧养门训小组为主导的教会 今天很多的教会 都是事工活动聚会为主导的教会 这个教会充满了很多的事工跟活动 那么充满了很多的聚会 这就是一个教会 但是真正健康的教会 应该是以牧养门训 注意我这里所说的门训 不是指一种课程 门训的课程 当然门训可以有课程 但是我这里讲的门训 最主要是指一对一 生命影响生命的带领 那么我这里讲的小组 也不是指小组的聚会而已 而是指一种小组的生命体 有一个小组 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样的一个小组 所以教会如果要健康 其实这句话就能够涵盖 我认为健康教会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要从事工活动聚会 为主导的教会 转型成为以牧养门训 小组为主导的教会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教会不需要事工 不需要活动 不需要聚会 而是说教会所有的事工 活动跟聚会 都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做好牧养 做好门训 做好小组 这个是健康教会需要转型的 那么当我在录这个课程的时候 还是全世界在这个新冠病毒的 疫情的笼罩之下 现在新冠疫情越远越烈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 都还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 所以已经断行 断了快要半年的时间 那么我觉得 教会在这个新冠疫情的当中 当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神借着新冠疫情 在对我们说话 这个C.S. Lewis讲一句话 他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阴气 就是上帝很多时候 他对我们讲话 上帝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 透过环境跟我们讲话 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听进去 所以上帝只好借着苦难 来对我们讲话 而我认为啊 这个新冠疫情是上帝用一支 很大的扩阴气 来对全世界讲话 也在对全世界的教会来讲话 那么到底上帝借着新冠疫情 要对教会说什么话呢 很重要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 每一个教会都应该重施 到底什么是教会 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建造教会 我们知道在新冠疫情笼罩的地方 教会几乎停止了聚会 甚至停止了事工 停止了活动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当教会没有了事工 没有了活动 没有了聚会的时候 教会还是教会吗 我相信有很多的教会 突然发现教会没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事工 我们没有办法办活动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办聚会 那么是不是教会就没了呢 那很多的建造教会的人 非常惶恐 那么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建造 怎么样继续往前走呢 这个是神借着新冠疫情 要帮助我们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神就是借着整个新冠疫情 对我们说话 就是我们一定要转型 教会一定要转型成为 一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以事工活动聚会为主导的教会 转型成为小组聚会 如果教会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一个的生命体 那么每一个一个生命体 他们在苦难当中 就彼此互相的关心 而不是靠教会的聚会活动的供应 那么如果我们看中牧羊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 他们可以在教会以外的地方 更多的去牧羊羊群 还有我们看中一对一的门徒带领 那么教会 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的生命力 那么教会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兄弟妹 我觉得神界的这个大环境 正在帮助我们转型 所以很感恩 其实我教导健康教会DNA 教导这个观念已经教导非常久 很多的教会听者尊尊 言者尊尊听者渺渺 有很多人觉得 哎呀我们教会就这样了 我们就是继续的事工 继续的活动 继续的聚会 感谢主最近这半年 很多的教会 我只能讲说被迫转型 很多人不习惯 突然没有大聚会 感谢主 我们继续有小组的方式在进行 小组的生命体彼此的连结 在网上线上的连结 彼此一对一的关系 没有 不受影响 感谢主教会 可以继续的成长下去 所以我觉得 其实神界的大环境也好 甚至在两三年前 整个大环境 宗教法的颁布 让很多的教会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 去年呢 我收到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 我曾经去帮助他们 转型做小组 转型做一对一门徒带领 这个是我这一次后面陆陆续续会跟大家谈的 但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不大接受什么小组化教会 不大接受什么一对一门徒带领 他们就只想大聚会 靠聚会来牧养 但是呢 你看到宗教法这一波 还有整个新冠疫情这一波 他们当中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分享 他说天佑哥好 你和师母都好吗 特别想跟您分享 最近我们这边环境紧张 没有聚会的场地 在困难中慢慢前行 但是神特别奇妙 只能请家人开放家庭 所以我们现在一下子都成为小家 之前您来带我们探讨和学习的 都一下子实现和用上的 跟你们分享困难中的喜悦 我也跟他们一同喜悦 我发现神借着大环境 在帮助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教会 要转型 我们不再是倚靠事工 倚靠活动 倚靠聚会 我们要更多的发展小组的生命体 更多的做一对一门徒带领 更多的看重牧养 这个是整个中国大陆教会的一个机会 所以教会是家不是公司 公司注重事情 家注重人 公司看重事情的卓越 家看重人的卓越 我最近常常给很多的牧者挑战 就是你对你的同工 你比较看重建立人 还是看重建立事工呢 当你面对你的同工或者弟兄姊妹 你比较看重的是他把事情做好呢 还是看重他这一个人被建立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信念 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扪心自问 你跟你的同工是什么关系 你一心想的是他怎么样把事工做好 还是你很想帮助这一个人 他的生命被建立起来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到底事工是你的目标 还是人是你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人 事工是工具 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这样子做 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完成事工 但是我们更看重这个人被建立起来 所以你是借着事工来建立人呢 还是借着人来建立事工 如果你的目标是建立人 那么事工是我们的工具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建立事工 那么人就变成你的工具 今天原谅我说 我发现有很多教会的领袖 是把人当工具使用 我们的目标还是在于事工 所以如果这个人不能帮助我完成这个事工 我们很容易就把人放弃掉 我们就找更好的人来帮助我们完成事工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家的精神 家的重心在人 我们把人建立起来 其实当我们把人建立起来 自然而然就会建立事工 但是那个等末不一样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这个人 是要把这个人发展起来 透过事工 事工只是一个手段 是一个工具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人 但是今天很多的领袖 是把他的意向 把他的事工当目标 所以把人当成工具 我觉得这个不是家的精神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很看重建立人的生命 我认为一个最健康的教会 不是一个最会建立事工的教会 我很盼望我们 当有人看到我们教会 不是说哇 你们的事工做得很棒 你们的敬拜团好棒 你们的乐团很棒 你们活动办得非常好 我很盼望有人 想到我们的教会说 哇你们教会 很能够把人的生命建立起来 是的弟兄姊妹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弟兄姊妹 教会是神的家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人 而不是建立事工 事工只是我们建立人的一个手段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接下来我要继续讲 如果教会是家 我们要从教会是家这个观念来建立教会 如果教会是神的家 那么你们知道家一定是一代一代生下来 一定是一代一代不断的繁殖 这一代繁殖这一代 这一代再继续繁殖下去 生生不息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教会是神的家 那么教会 应该让每一代的基督徒都 成为属灵的父母 每一代的人都要生儿养女 代代相传 是吗 所以教会不可以 不可以永远有人只当属灵的孩子 你们知道我们的孩子 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变成父母 然后我们会变成祖父母 我的儿子今年刚刚结婚 我很盼望我明年就可以成功 做祖父母 所以每一个人他刚开始是儿女 之后他一定要变父母 之后他一定要变祖父母 之后他会变真祖父母 这个才是家 没有人是永远当属灵儿女 没有的 一定要不断的成长 所以我们教会很看重 一代一代要生养下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教会很看重 一对一的门徒代理 其实这个也是从教会 是神的家这个观念开始的 来我们一起来读 希伯来书13章17节 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异了 好 我们教会呢 根据这节经文 这个经文 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 那个经文 那个警醒也可以翻译成守望 就是我们教会 我们根据神的话 就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人在为你的生命看守 每一个人都有人在看守你的生命 这个人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 而且将来在上帝面前 他要为你交账的 因为他要为你的生命负责任 然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 劝勉我们 我们要让他交的时候 是很快乐的 不至于忧愁 是的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你生命的守望着 所以我们教会很强调 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从他渴望认识耶稣那一刻开始 就应该要有属灵父母亲 一对一的陪伴 遮盖 做榜样 引导他 关心他 成全他 看守他的灵魂 将来要为他交账 我们教会有一个口号 就是人人被守望 人人做守望 守望就是我从我刚刚讲的 为他的灵魂 时刻警醒那个词来的 所以我们教会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知道 谁是你的守望者 就是谁在看守你的灵魂 然后我们也很快的希望 这一个属灵的儿女 很快能够成为属灵父母亲 他能够去看守别人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做法 我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 不是这样的 今天很多的教会 牧者永远都是属灵的父母 然后羊群永远都是属灵的儿女 我发现有些教会 比较热心的信徒 是什么样的信徒 就是他会把人带到教会来 这样的信徒已经非常好了 对不对 他把人带到教会来 然后就跟牧师介绍说 牧师 这个是我的邻居 他叫某某某 今天我带他来教会 然后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 他就会跟那个牧师说 牧师交给你了 这个人就交给你了 所以这个牧师呢 就会接手这个新朋友 然后礼拜崇拜完之后 接下来那个礼拜就去探访他 然后就开始带领他 我发现很多教会 都是这样运作的 所以永远只有牧师是属灵父母亲 其他的人永远是属灵的孩子 弟兄姊妹 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不像家 家就是孩子有一天要变父母 父母有一天要变属灵属父母 这个才是真正的家 所以我们教会强调 每一个人都有人在看守他的生命 然后他 我们也希望他很快去看守别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教会是这样 我们教会洗礼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那个施洗的其中有一个 穿紫色领巾的那个就是我 因为我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 所以我是这个大家族的大家长 然后呢 我们另外一个帮他施洗的人 不是我们教会的其他牧师 也不是什么长老职士 我要说甚至不是什么区长区牧 也不是什么小组长 帮他 帮我跟他一起施洗的 那一个另外一个弟兄 是他的守望者 也就是他的属灵父母亲 那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带他来教会的人 所以我们教会的做法就是你把一个人带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就会说好 从现在开始 你跟他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连结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做他的属灵父母亲 请你开始 他如果可目真理 你就可以跟他陪读 我们后面会讲我们有陪读的教材 然后你就陪读他 然后你就开始关心他 做他的榜样 成为他的属灵父母亲 成为他的守望者 我们教会的做法是这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施洗的 为他施洗的 除了我之外 就是他的守望者 每一个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那个带花圈的就是要受洗的人 然后那个蓝色领巾的就是他的守望者 所以我们每一次施洗的时候 下去的人是很多的 然后呢 我们因为我们很看重洗礼 所以每一个受洗的人呢 他就要分享他得救的见证 他怎么样认识主 那么因为他刚刚来教会 面对这么多人 可能他会紧张害怕 所以我们就请守望者帮他做见证 每一个都是这样 他的守望者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属灵父母亲帮他做见证 然后呢 然后我讲完道之后就呼召这些 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 然后你们会看到 他们整个小组的人就围绕在他旁边 为他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爱往重重 有一对一的关系 然后有小组的关系 每一个小组为他祷告 他有一个家的 他除了有一个大家庭之外 他有一个小组的生命体 所以你看到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有小组 主缘为他祷告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教会 三个小组是一个牧区 所以这个是整个牧区站起来 一起 比如说某某某我爱你 哇你看 这个很感人的 所以你看 他有属灵父母亲 又有一个小家庭 就是他的小组 然后又更大 他有一个牧区 你们知道有人都说 要整个牧区连结当然更有力量 然后最后还有整个 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 然后呢 哇每一个人 就去拥抱这些受洗的人 甚至给他献花 送礼物给他 哇很感动 所以弟兄姊妹来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 我就是让你们看到 这个是我们教会 世代的属灵的关系 我们看见戴花圈的这个姐妹 就是这一次受洗的人 那么他的这个右边呢 那一位就是他的守望者 然后最左边这个穿蓝色衣服的呢 所以右边那一个是他的妈妈 属灵妈妈 最左边这个穿蓝色衣服的 是他的属灵的祖母 然后你们看最右边那一个 是他的属灵真祖母 你在这里看到世代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好我们就是要建立这种 不是只有牧师做属灵父母亲 而是每一个属灵儿女 都应该起来做属灵父母亲 而且一代一代生养下去 我们要建立一层一层一代一代 恋状的门徒带领的底细 所以意思就是每一个人 你都有人在守望你 那每一个人也都开始去看守 去帮助门训另外一个人 这个是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口号叫做 人人做门徒 人人带门徒 人人被守望 人人做守望 我们其实教会里面 我等到这个后面会讲 我们怎么样建立健康教会的DNA呢 就是要 我觉得这个标语是很重要的 就是透过一些标语 把我们所认定的价值观信念 这个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教会有一句话叫 人人带门徒 教会就有前途 人人做守望 教会就有盼望 弟兄姊妹 我要说 这种带门徒 一代一代带门徒的观念 不是我发明的 也不是我们教会发明的 这个是耶稣建立教会的模式 弟兄姊妹你看见耶稣 他呼召门徒 我们都知道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但事实上耶稣有三个最贴身的门徒 大家都知道 彼得雅各约翰 所以我们教会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希望带职的弟兄姊妹 一个人要带三个人做门徒 一个人带三个 那如果你是全职的 就带十二个人做门徒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他建立教会的模式 他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了 就三个核心门徒 然后再来第二层就是十二个门徒 也是一个带三个 那就变成一个小组 所以他有带门徒 然后他也建立小组 然后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 还有七十个门徒 耶稣拆派七十个门徒 所以你看见一层一层 然后再来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 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 可以立刻有三千个信徒 信徒呢 我们很多教会都很羡慕 教会如果一下子就三千个人 信徒多好 不一定是好 你看耶稣已经预备了五百个门徒 所以之后才能够融得下三千个门徒 三千个门徒 弟兄姊妹 其实这个一对一的门徒带领 我再说他不是我发明的 也不是我们教会发明的 他是耶稣建立教会的方式 其实我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二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讲 一对一门徒带领 一对一门徒带领 但是呢当时很多教会的领袖 都跟我们讲说没有办法 为什么因为中国教会的信徒太多了 动不动就几百人几千人 我们怎么可能做一对一门徒带领呢 所以中国大陆的教会 大部分都是用聚会在做牧养 你知道几年前当我又开始要讲 一对一门徒带领的时候 其实我里面很挣扎 我里面非常挣扎 我就想会不会中国大陆的教会 是不适合一对一门徒带领这种模式呢 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我就听到耶稣跟我讲 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工 你也要仔细听 耶稣说如果我都要用 带门徒的方式来建立教会 为什么你们认为 你们有更好的方法呢 这个弟兄姊妹 耶稣示范给我们看 他怎么样建立教会 那么我们看到 叫耶稣完成大使命的一个蓝图 就是教我们带门徒 所以你看见耶稣带门徒 建立教会的模式就是他 先带门徒 然后再建立小组 之后才成立教会 弟兄姊妹 我们也要用这个模式 这个是耶稣启示给我们建立教会 完成大使命的一个策略 弟兄姊妹 如果你认为你有比耶稣更好的方法 那么你可以不要用带门徒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认为耶稣 他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他完成大使命的一个蓝图 那么请我们认真的 开始好好的 一对一做门徒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一堂课就先到这里 打 Oregon 打击 打猛